有鉴于中南部爆发本土登革热疫情 今年投入参选新庄区立法委员候选人蒋新章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 也很关心这项问题 同时蒋新章也为民加强宣导预防登革热的办法 全部已落实寻导清刷这四个基本步骤 则是杜绝登革热最基本的防治方法 有鉴于南部爆发本土登革热疫情 参选新庄区立法委员候选人蒋新章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后 也加强宣导病高知民众如何以防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 中南部地区最近登革热疫情非常严重 那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新庄区的居民 登革热的步骤的话是有寻导清刷这四个步骤 希望各位一定要记住 蒋新章强调只要民众从生活中落实寻导清刷这四个步骤之外 同时对户内外的宝特瓶、盆栽、电盘等容器 一旦发现有积水情况请务必彻底进行清除动作 方可避免成为蚊虫滋生源的环境 因为最近的天气比较不稳定 常有午后雷震雨 大家一定要把绿莓化的盆栽都寻过一遍 看有没有积水 如果大家有发现积水容器的部分有积水的话 一定要马上倒掉 才不会让蚊虫有滋生的环境 此外民众需要多加留意 因为典型的登革热症状 包括突发性高烧体温超过38度 头痛及出诊等现象 候选人也呼吁民众 要是有出现相关解释症状 请务必尽快就医 如果真的有被蚊虫叮咬后 发现身体不适的话 一定要尽速就医 确实清除并没蚊子生源 不论是天然或者是人工积水的容器 则是杜绝登革热最基本的防治方法 记者洪又贤新中报道